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觉得我真的看完之后 我整个人生改变了 我变穷了 一场200美金能不穷吗 但是我虽然说 在花完钱之后 我还是想要看表演 其实美国纽约有一种表演 很便宜脱口秀的表演 一张票20美金 可是你可以看一整个晚上 美国它的脱口秀 其实跟台湾稍微有点不太一样 尤其是美国它比较严谨 入场的时候 它会没收你们所有人的手机 每个人手机统一收起来 我看完的时候 在一个发缓 因为它怕你们偷录 偷拍 把那些创作者 心血结晶把它偷偷记录回去 其实以前Comedy这个地方 我们也会没收你们手机 但不是为了怕你们偷拍 是怕你们求救 哎呀 黄老兵这只不好笑 你来推荐这一间啊 或者我们也避免说 你会把手机当成一种 盾跑的工具 有时候做第一排 第一排的时候 天呐 天呐半场真的不好笑 不好意思走 你做第一排 然后呢我就真的看过有人讲 听一听 我会怎样 妈 嘿 蛤 车祸 我现在就一直找你 杜绝这种行为 但其实在美国那时候 听破口秀 我觉得语言真的很重要 你要懂很多的美国礼语 你怎么听得懂 但是我大概只听得懂 五成六成而已 但我自己多艺 我有考到900分的等级 对 我在炫药 那时候大学实际 有一个朋友问我说 黄浩银 你到底怎么样 才有办法把你的英文 列到这么好 我就跟他说 我都看美剧 然后他说 看什么样的美剧呢 就是那种单字 比较不坚生 然后剧情比较简单 最好是可以看表情 或肢体语言 就知道他们在演什么剧 重点是让你要喜欢 后来他看了两年 他的英文 一点进步都没有 对 他都看A片 对 单字不坚生 身都身在别的地方啊 然后 然后剧情剪剪 基本上没有剧情 然后都看Body Language啊 这样子 但你不能说 他一点吸收都没有 我们同学会的时候 有同学嫁给外国人 然后带一个 用金法碧眼的 混血的小孩过来 然后我那个朋友 就过去跟他聊 哇 好可爱 Who's your daddy Who's your daddy You're so naughty naughty 还是有点帮助的啦 那我自己 我自己除了英文以外 我还有日文的能力 我日简有N2的等级 但当时我有办法 跟日本人对话 那我就有朋友问我说 黄老平 你是怎样念日文的呢 我跟你们讲 我在日本待过半年的时间 学日文最重要的 就是要跟当地人聊天 你要懂得去跟在地人搭讪 溫路什么东西 这种小地方慢慢累积 讲日文的能力 可是 我觉得我的日文好像太破了 因为我每一次呢 跟日本人聊天 我只要一接近他们 讲第一句话 他们啪啪就跑走了 我觉得他们是不是觉得 我的日文太破了 我说请你不要这样子想 我觉得 不仅是因为你日文的关系 有可能你在台湾里面 有人要跟你聊天 我不是在讲你 对 大家刚刚有没有看 然后听到我 嗯 对不起 不是在讲你 我跟各位分享一个东西 如果你们想要去日本 学日文 搭讪当地的路人的话 你们要先把一句日文 学好 你们先讲一句就是 あのすみません 可是我请你 あの すみません 想不到脱口秀 还可以学日文吗 这句话的意思是 就是 不好意思 就是一个发语词 发语句 当你讲出这句话的时候 日本人会觉得 你跟他是同一国的 你就可以放下日本人的戒心 就自己跟他聊天 我稍微示范一下 就假设这边有个日本人 我就跟他聊天 我想要问他 他车站怎么走 あのすみません Can you tell me where the station is 然后就去日本人说 他不会讲日文 来不及了 跑不掉了